对我来说可能暗凡是再创作的一种艺术 黑与白的话是最简朴的 最单纯的 最强烈的 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摄影的一种意员 我是张匈勇 93年开始接触摄影 是一个独立摄影师 我现在那么多年 二十多年一直在坚持黑白的拍摄跟制作 92年的时候我就买了第一台 是尼康的FM2 以前的摄影师 摄影跟暗凡是一体的 所以从他的制作拍摄 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所以我当时也拿了一些照片 在外面的一些充电去冲洗或者去放大 但是达不到我的要求 后来我才下定决心要做自己的案法 我们现在用的镜头或者用的相机 还是一种大画幅为主 我们现在会用的很多机器是一些老的机器 主要是镜头是老的 因为很多镜头是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它的影调跟现代镜头有区别 它是两种风格的东西 老镜头出来的味道它特别有个性 我现在一直在拍摄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海岸线的一个拍摄 我一直拍了十几年 因为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 因为小时候天天就在海边的不停地在玩耍 可能因为深圳有海 我说当我拿起相机的时候 我对这种情节是无法放下的 后来我就开始拍这个主题 我对海岸线的这种表达可能有一种是直接一点的 有一种相对比较间接的 直接的话可能我会直接就拍海面 海面上的阳光甚至礁石以海 间接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沙汤上的一些杂草 甚至一些防波堤 间接的表达的话可能我会拍的一些东西你看不到海 但是你这种感觉的话你会联系到以海是有关系的 这种关系的话会相对会比较隐藏一点点 可能更多的让你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让你的作品会更丰富一些 通常的话回到案房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冲洗底片 看你的要求 有时候我们希望高反差的东西我们会用不同的药水 用过显影、停影、定影 就很快就半个小时之内 基本上你的这些底片就可以成型的出来了 如果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就等它晾干之后 第二天就可能会开始放大 如果能放出一张达到你之前预想能拍到的一张作品的话 你多辛苦 这些东西都已经无所谓了 我们在深圳市区里面这个案房其实是挺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成本还是挺高的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以会员制的形式 来支持整个案房的一个开支 也有一些作品的买卖 还有一些酒店、高级酒店专门的一些定制 现在我们工作室的话就以上这些项目的话 基本上能维持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基本的一个运转 这个案房一做起来之后发现它是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我们平时我们拍完照片可能就拿去冲 冲完就基本上没理事了 但是我做案房之后发现原来我要什么东西我自己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以后慢慢慢慢的就真的是没办法去离开这个案房了